画面中一处首吃店一楼窜出浓浓白烟直冲天际 让人以为一楼失火 但是往上一看 五楼居然冒出熊熊火光 狭长建筑一棚紧邻其他民宅 本月二号上午八点多 桃园市中立区后火车站 一家客家手丑老店经传火警 店家已经暂停营业 起火地点就在一楼 外面遮雨棚直接收出一个大洞 厨房更惨 天花板被熏得焦黑 整个瓦斯炉都是火势扑灭的痕迹 一楼当下冒出浓烟 但烈火却收在五楼 怎么会这样 差点整栋楼烧光 索性无人伤亡 问题究竟在哪 最魁祸首就是它 常常排油烟管 一楼架设从屋外一路拉到五楼 疑似就是长期使用 积碳卡油 一有火势就往上延烧 而窜出火苗的正是排油烟管的出口处 收口店 牛排店 不少业者都曾经遇上排油烟管 造成火势延烧的状况 但连一般民宅都有可能遇上 收房人员也建议 店家应该定期请专家清洗排油烟管 否则油垢一多碰上大火得不偿失 记者林中正林秀怡桃园报道 check from the doorclare